大家好,我是Colin妈妈 今天的视频来说说Colin上周做的油画 他们是第一次画油画 然后学习的作品是来自于塞上的作品 那么这个油画学习让我有了很多感想 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么这个老师在课堂上用的这副作品是塞上的这样一副作品 就是有点山,有点树这样的一个风景画 那么塞上的作品呢,其实我在前面的视频讲过,就是画评过 塞上被认为是现代艺术之父 那么他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是现代艺术之父呢? 就是你看他的作品里面,他这个轮廓 这个色彩其实不是特别特别明晰的 所以这里面有人称这是一种模糊的色彩 那么这种模糊的色彩呢 它其实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在里面 其实他想呈现的是一种 就是我们的视觉所看过去的这样一种不连续性 那么之前的艺术作品呢 更多是体现的是一种连续性 那么这呢就是其实他的画法和呈现的视觉的这种理解呢 其实是一种变革 为什么他的作品会影响这么大 他其实在这个思想上 他与前面的这个画法呢 其实是一种变革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引起了我的这个想法 想到这个数学里面就是几何的发展 那么几何的发展 我们说通常在学校里学的几何呢 就是欧式几何 欧几里的几何 那么欧式几何呢 它不只是影响了这个数学的发展 那其实也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发展 那就目前我们的社会 比方说这个城市的结构啊 社会的发展啊 以及学校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结构啊 那其实都是受欧式几何影响的 那么但是呢 这个影响这么深刻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底细 那么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了非欧几何 所以非欧几何 它属于一种变革 一种变革 那么欧式几何影响下的这种 教学啊学习啊 它就是其实呈现的是一种 是一种线性的 线性的就是分的特别清晰的 那这种清晰的恰呢 其实对这个创造性 以及新知识的发展呢 其实不是特别有利 那所以现在更提倡的是一种 叫做复杂性理论 或者叫complex systems 那这个体系呢 它就是更多的提倡 这种知识的涌现 就是这个是不确定性的 所以呢 它其实是给了一个空间 就是能够产生新知识 包括这个小学生 那么这个影响就特别特别深刻 那么这一块呢 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关注的一块 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 你去看塞上的作品 就是它就达破这种连续性 达破这种连续性 它更多的呈现是一种偶然性 偶然性 所以这个呢 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些思想方法在里面 它不只是这个作品 好看还是不好看 它里面是融合的这种思想方法 特别特别深刻 然后这个学下来作品 这是第一次画油画 油画我这就感觉特别新鲜啊 就是colin在他在画第一笔的时候 他就是他的上面其实山上的那 那个上面那个云啊 他其实是非常的复杂的颜色啊 但是colin一看呢 他就很想用这个蓝色啊 油画的特点 他把那个一笔 那一笔颜色涂上去之后 再加一点油的时候 那个蓝色是清澈的 就给人一种透心凉的感觉 colin这个感觉就是 一下子就说你会特别喜欢油画 所以他就是 其实老师在课堂上是带着我们一起画的 那么画呢 塞上的作品呢 他一定是就是说 你要一搓一搓的啊 就是那他 他的肖老师呢 其实是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他的笔触啊 笔触 那我的理解下来 其实就是 因为他呈现的是一种 非连续性的 所以你就不能一大笔下来刷一下啊 涂一下这样子的 所以你要一搓一搓的那样往上画 然后每一搓里面就有丰富的颜色 所以他画起来 那个颜色就是 是你要足够的耐心 然后足够的这个想法去去每一搓的颜色 把它给给给融合出来啊 所以这个呢是其实特别特别难 看起来特别简单的一个构图 但是这里面是特别特别难啊 那么在第一次课的时候呢 Colin就沉醉自己的这个 就他就觉得这个颜色太漂亮了 所以他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这个画法去把这个颜色给他 其实不是比没有比出啊 他就是涂上去的 我就觉得他这个 我没有太多批评他啊 当然我还是提醒他就是 他们的关注老师那个画法看一下 但是他就是太喜欢这种这种颜色 所以他这个过程更多的是尝试这个这个油画的这个 这种清澈的啊 那纯粹的那种感觉啊 就是那种画的那个那个这个 也翻步上面去那种感觉太漂亮了 然后呢他这个是就是第一次画 第一次画呢 他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特别棒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没画出老师说的那个那个那个画法 但是这个就是他自己的这个这种感触呢 也有一些啊 这是第一次画 我没有跟着画 因为他特别 画油画呢 特别这个过程呢 对这个Colin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性 我觉得旁边帮忙帮他擦这个笔 他这个油画那个燃料 这个油料呢 他就特别容易碰到这里碰到那里 你还要用笔的时候还不能混合到一块儿 要不然颜色就就不是你可能出现不想要的颜色 所以我在他旁边帮忙 嗯 画完之后呢 其实很少出现啊 这个第一次画完之后呢 Colin就马上就说 还有剩的燃料 他就用这个剩的燃料呢 非常迅速的画了一个作品啊 但是你看这地方很干 因为剩下的燃料就把它给画画上去 其实可以加一点油 这样 老实说这样就更光滑一些感觉 润润一些啊 那么他特别开心 就是你看画出来这个 这个星球的这块颜色还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他其实特别开心啊 从来没有说上完课之后想着马上再画一个作品 从来没出现过 就是这种惊喜特别特别棒的啊 那么第一探课老师其实没有画完这作品 其实画的还是非常耗时间还要去观察 那么后面部分是这个第二次画的 第二次画的呢 他基本上就是前面部分还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在画 你看他这个本来是山上 山上呢他有不同的颜色 可能是呈现出岩石的啊这样 但是他就画成了这个火山 他这大块就非常明显 他说这块就是火山 那么他其实稍微体验了一下 老师的画法呢 其实就只有这两小块啊 在哪里呢 就是这小块 这小块是他老师的画法 还有这小块 这个是按老师的画法 他后面就尝试了一下 觉得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啊 就是你一搓一搓的往上画 然后呢 第一搓一搓看似是碎片的 但是呢他们之间有联系 这就是非连续性这种片段性的东西 然后放在一起他们又是有连续性的 就是他这种连续性 并不是我们视觉上直接能看得到的这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是通过一种关系 通过颜色通过方位的关系把它们呈现出一种连续性 这个呢就是复杂性理论的那个那个表达方式啊 非常非常有趣 从这里面观察 然后后面呢他就尝试他是这样画的 他这个不是说一搓一搓往上画啊 他先画了一个底色 看这个蓝色这一大片 他在前面全部都是画的这个底色 这些蓝色都是底色 底色之后呢 他再往上加东西 他觉得他像这样画啊 所以这一大片呢 他其实几乎都是这样画的 就是我先画这个底色 然后呢才再往上加东西 嗯 我没有就是说特别强烈的反对他这样做啊 说你必须按老师做 这个呢是我想到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跟这个嗯 你你你一下子把它这一块给卡掉的话 就是其实是后果呢 可能是吃得其反 他可能是跟着老实话 但他可能就是那种热情 可能就是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没了 没了这种内驱力就会大大减少 就像数学学习一样 你就说一开始你不你不允许孩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做 就是一定要按照我们通常说的这种 严格的这种公式啊程序啊去做的时候 他能做能考试能考试 但是你想的念完很高中之后 很多人就是非常讨厌数学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也能画我也能做 但是呢我可能就是这种热情就没了 就非常重要的一块啊 就是说你最终学习数学也好 学习这个科还是这个行业也好 那那种内驱力就是我我我享受这个做的过程 是多么多么重要 要不然就是说即使将来我从事这个行业 它其实是内心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无奈啊 什么的这些东西都会在里面 所以我就说你就画画可以 但是我也相信他最后会一点点去体会 老师的那个手法 他的这种感觉是什么 就所幸的是就你看这块 它出现了 出现 他尝试一下 特别漂亮 是不是 尽管是没画出老师的那个感觉 但是就可以尝试一下 这个呢是昨天他开始这个画了一个作业啊 作业呢就是由于这个燃料呢 他会你要及时用不用的话 他会干掉 所以这个作业呢有点感 有点感 其实他挺累的 就是画的时候 这是第一幅 开始准备的时候第一幅画 第一幅画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红色啊 他其实也是没有经验啊 他一上去调好的 觉得这颜色差不多了 他上去就来了 就刷了一面 他是刷的啊 他就还不是那一撮一撮的 他上去就刷了一笔 刷了一笔之后 发现这个颜色特别浓 就这一大块啊 其实他不要这么浓 这一块 然后就后面就尝试着不断的去改 加那个油啊 让它变淡 但是就是不能变淡 这时候他就特别崩溃 他就是他内心 他是他现在的状态呢 不是说 你就比出好不好看 他还没达到这个状态 他更多的状态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颜色对不对 他这个内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不知道 我是这个呢 我还是不能够完全知道 他这个颜色 他有个自己认为是一个对的颜色 这非常非常让他纠结的一件事啊 他一定要弄出他那个认为是正确的颜色 所以他特别纠结颜色这个现在的阶段 我就说这个颜色也可以啊 其实也没什么嘛 他说不行 这就不对的 所以他特别崩溃这段 这个地方啊 做完之后呢 他其实这地方画的还行 他说还凑合 但也不是他特别想要的 但是这个地方他就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之后呢 就重新画 重新画 重新画了第二幅 这个其实花了非常多时间啊 画第二幅的时候 你看这个层次他就出来 他一定要有这个层次啊 就这一大片的层次 他要画出来 然后呢 这一片这个 这一片蓝呢 也是他非常在意的啊 他对这个颜色特别特别在意 就是调了很久 才调出这个 他想要的这个蓝色 这个蓝色呢 其实这个里面有黑色啊 各种颜色混搭在一块 他可以画出来的 就是总的来说呢 这个颜色他是满意了 就是画出来的 这个呢 是还有中间呢 这个有一点点一块一块啊 这地方他尝试了一下 一块一块啊 呈现出来的 就是有一些 用用到了一点点就是 这个课堂上学的 当然这一大块就是这种画法 他就是刷的啊 他没用这个 这个就是刷的一块块刷出来的啊 他没有用那个 一搓一搓的那个 那种做画法 他没有用 那总的来说还是 啊 这个感想还是蛮多的啊 蛮多的啊 非常有趣的一次经历 好 说的比较多 就是感想特别多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我们这个 下次视频见 谢谢大家